蜡新闻152 152 蜡新闻 欢迎你收看6月29号的蜡新闻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玉寇 蔡英文她在民进党的选情1124落入谷底之后 曾被形容蔡英文的民调支持度 跟蔡英文个人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 从数字上来讲 已经掉进了18层地域的地下室 不过呢 最近蔡英文的蜡台妹发工 不只是民调她的提升翻转之外 她在年轻族群当中的领先比例 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年轻里的大红人柯文哲 到底怎么回事呢 川普 习近平 苏贞昌 赖清德 这四大贵人确实是提升了 蔡英文在台湾的总统的领导力的肯定 不过未来她可能还有一位贵人 她是韩国瑜吗 值得我们大家观察 而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当然也让辣台妹捡到枪 很多人说她的民调止跌回升 跟6月9号那一天 香港的惊天动地的人民上街怒吼 反送中是有关系的 那当然未来就算是蔡英文的民调大翻身 绝处逢身 可是在一楼要爬上顶楼 要连任还是有非常大的难度 这个难度里面有蔡英文的这个民进党 怎么样组合他们的选战的团结力量 当然还有跟各个政党之间的合作 对于蔡英文的民进党 跟时代力量和社民党绿党之间 能否建立和谐的强大的台湾派关系 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社民党的创党的成员之一 现在要选立法委员的范云教授来到节目现场 首先为各位介绍我们今天的坚强的阵营 财经专家许青黄 抠桥 大家好 好 资认媒体人周年晃 抠桥好 大家好 谢谢范世平教授 抠桥好 大家好 好 王好 大家好 好 谢谢国民党的新北市议员叶元芝 抠桥好 大家好 好 谢谢盛民党 他是非常瞩目的代表 他要参选台北大安区的立法委员范云 抠桥好 大家好 好 非常谢谢 我们先看蔡奇昌 他在3月18号赖清德 他投入了民进党的初选 让民进党震撼无比的情形之下 他是第一个跳出来支持蔡英文的一位 在台面上的政治人物 经过了初选的纷扰跟初选的结论之后 蔡奇昌形容蔡英文有四大贵人相助 第一个叫习近平 那习近平大家知道因为一路以来这个今年年初的一国两制 到最近香港的这个反重中 其实这个蔡英文对两岸关系的态度 也让蔡英文对两岸关系的态度让他变成了今天这个局面 因为他一路以来他认为就是不挑衅 但是坚守主权坚守台湾坚守中华民国的这个立场 那第二个呢 川普 第二个贵人就川普 那蔡英文长期的这种台美建立很稳固的关系 所以美国人开始觉得蔡英文是一个 在中华民国的总统里面是一个可信赖的一个领袖 一个总统 第三个 苏贞昌院长 苏贞昌院长凸昌的是蔡英文总统是一个会听民意 会知道改变的人 用苏贞昌当院 像行政院长 就是蔡英文在11月24号之后 败选之后改变的第一步 赖昌德院长 赖昌德院长 大家猜中了吗 可是这个贵人现在大家都等他赶快出来 对因为他现在是可能比较属于在休息状态 你有跟他联络吗 因为现在基本上我都觉得说时间还没到 让他多休息 因为很多人要跟他联络 从18层地狱的地下室也不够回到人间而已 你说蔡英文总18层 是啊 贵逸的地下室回到人间 真的啊 11月24我认为他不是掉到18层地狱 他是18层地狱的地下室 然后现在好不容易回到人间而已 回到第一层 B1还是1楼 1楼而已啦 然后还要往上 好这四大贵人 川普习近平一定是 两个人是不相上下 哪个冠军哪个亚军呢 请教王好 对我觉得这两个不相上下 不过我觉得这个习近平还是冠军了 因为我觉得台湾现在 方案是得到台湾社会除了个别的红统人士以外的绝大多数民意的反对 对 那么这个凡事贴过去 愿意跟习近平讨论一国两制的 那一定是在台湾社会被唾弃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蔡英文又是非常明确的第一时间站出来 坚决反对这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坚决反对中共的武统的霸凌 那么我觉得他确实是捡到枪在这个问题上 那当然对他来说最近这一个月 最明显的当然是香港的反战中 这个对他有非常大的帮助 因为一个活生生的一国两制在香港执行20年的例子 造成了香港这么大的民怨 这个给台湾年轻人是一个非常大的警讯 那么台湾这个年轻人感同身受 充分的这个跟香港的年轻人站在一起 所以这个整个是一个年轻世代的网络革命 是一个反讨厌共产党的一场这个民运 那我觉得在这个这个事情上 那蔡英文就是捡掉捡到了导弹了 习近平素来的导弹 那问题是我觉得下一步 蔡英文可以做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还是 毕竟他现在民调还没有到过40 还没有过50 我觉得他最大的困境 还是在所谓30岁到60岁的中间选民 那我觉得在这一批选民里面有三个大问题 他必须在今后六个月赶紧要做的 要非常强有力的做的 第一个是要在国安立法完成以后的执行力 就是说过去三个月蔡英文在国安方面的立法 主要的立法工作都已经做了 这个大家看到了 问题是你立完了以后怎么执行 这个方面我觉得他要展现出国安问题上强烈的执行力 这是他第一个重要的 因为中间选民实际上对过去三年 蔡英文的执政一个很大的诟病 就是他的执行能力不够 那第二个问题 就是所谓中30岁到60岁中间选民 最大的困难就是上有老下有小 就是他们本身碰到职业的瓶颈 需要加强职业培训 台湾人50岁以上的劳动参与率偏低 第二一个他们上有老 所以要在长照2.0的升级版长照3.0尽快推出 第三一个就是下有小的怎么照顾他们 解决他们的问题 我觉得这方面可能政府政策方面要采取更多的措施 你刚刚讲的叫三明治族 那就是上有老长照下有小的托儿政策 或者是这个幼儿教育政策 小学教育政策 幼儿教育政策 那这个问题我觉得蔡政府今后三个月 特别在社会政策方面要多着力 那第三一个就是所谓台资回流 应对中美贸易战的产业列调整 那这个问题当然已经有很大的进展 现在台资回流现在已经有过了4000亿了 这个数字是很令人鼓舞的 但是怎么落实 而且要进一步的吸引更多的台资 那现在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行政院鼓励台资回流 特别是关于税收的优惠 这条法律在立法院还没通过 还在等 临时会 临时会希望这次能过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 然后过了以后怎么落实 因为你台资回流 你还要帮他解决这个缺工问题 缺电问题 缺土地问题 这些问题都应该进一步执行 我觉得这三个问题 国安法规的执行 这个照顾中年职业的 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问题 这个台资回流问题 这三个问题在今后六个月里面 要做出很明显的成就 那蔡英文民调才会上50 好几个 当然他一定要接近50以后 因为不知道未来是三个人选 还是两个人选 那50以上可能才会稳定连任 但是蔡英文从10月24号到1月2号之间 中间其实他做了非常多的反省 这个跟改进 那1月2号那一天 确实习近平送了一个非常大的礼物给他 而这个礼物的加持 就像刚才汪浩所说的 又碰到了香港的反送中 而且香港的反送中 持续还在进行当中 今天是29号 而7月1号以后 香港的所有世代 尤其是年轻世代 又进入下一波栏 但是就在同时 美国对台湾的友台的这些措施 其实也都集中在 蔡英文当选总统之后 一年多以后嘛 对不对 那当然是因为美国的觉醒 美国发觉再扶持中国下去 这个国家自己要被灭亡了 所以他们很快的要发现 要去反制美国 所以你看 今天我们有一个国防授权法 因为他们每一年都有这个 进行国防授权法的签署 2017年的12月22号 签署 2018国防授权法 建议军舰互搏 美国腰台军演 这个3月16号开始 台湾旅行法 从去年的年初 前年的年底开始 美国成为台湾的贵人 其实蔡英文的贵人 就是台湾的贵人 就是民主自由 跟人权的贵人 那台美高官护防 所以后来有李大为 跟美国国安顾问波顿见面 2018年8月12号 有另外的2019年国防授权法 挺台加强防卫能力 2018年的12月13号 你看哦 这个已经是11月24号 蔡英文的民进党大叔特殊 惨痛绝伦 这个民调进入18层地域以下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亚洲在倡议保证法 鼓励定期对台军售 2019年呢 也就是今年众议院的 2019台湾保证法挺台 有意义参加国际组织 而且是加强的 然后后来参议院 这个也通过一个249号法案草案 驻台重获 WHO观察员 下半年呢 据我知道下半年 川普的礼物 应该还在 这个整理当中 包装当中 送给蔡英文的礼物 而据说啦 有人告诉我说 习近平也会有礼物 我们先看川普的礼物好了 川普的礼物 最新的这个礼物 就是 王浩说的4000亿台商 今年呢 上半年已经回流 那这就是中美贸易 战的礼物咯 对 因为其实蔡英文捡到枪 这件事情呢 是好几把枪 她不是只有一把枪 那么至少在我们再看 她在政治经济跟内政 其实各自都有枪 那这把枪 我们先讲这个枪 是怎么组装出来的 因为这个枪有个非常大的前提 是什么呢 是台湾面对的国际环境 我们在过去 在马政府执行所面对的国际环境 长什么样子呢 那个国际环境是 美国很多人在中国做生意 所以美国对于中国很多的行为 他认为说 反正你就是发展中的国家 我都可以视而不见 但问题是说 这个行为到后面发现 美国人发现不是这样子哦 中国怎么样 开始强化自己的军事 开始强化自己的国防 甚至在经济上面 都有自己的经济扩张主义出现 所以当时哦 美国搭配着安倍政府 那个时候有一个重返亚洲的想法 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有看到 一个亚洲再保证法吗 其实早在五六年前 那个时候所提出来的主张 就是重返亚洲 而且这个重返亚洲 还是在民主党主政的时候 所提出来的想法 所以当时日本的安倍政府呢 也一直在提高国防预算 提高国防预算 还设拟取了一个计划 叫夺岛战略 这个夺岛战略 就是预防说 有一天我被入侵了 我的岛屿了之后呢 我可以把他夺回来 所以安倍当时在日本的国会里面 讲得非常的直接哦 因为那时候我人在日本 看着安倍在国会里面 替自己的政策辩护 安倍的讲法就是 我们要预防在中国强大之后 一旦出现军事侵略之后 我们的国防必须要有准备 所以你想想看 这个事情是2014年的时候 他就已经在发酵的一个氛围 只是当川普上台之后 他面对更直接的不是只有单一军事上的考量 他看的还包括经济外贸上面的考量 他认为说我美国跟你之间这么多的贸易逆差 你都没有改善的任何的企图心跟想法 再来第三个是你都偷我的技术 或者你强迫我的厂商授权给你才能做生意 那么这种属于不对等的贸易 你也有没有改善的企图心 所以川普政府上台之后 是把这种本来的亚洲太平衡 一步变成是什么 变成中美贸易大战 变成是我就是要逼你经济上要改革 而且是结构性的改革 你不能够多买我一些大豆 多买我一些武器 我就直接退让步给你吗 当然不是啊 美国要的是经济游戏贸易规则 都要按照我的规则来 那当今天他研判说 中国不可能因为我所做的喊话 你就配合之后呢 你是美国你要不要多做点事情 逼中国就范掉嘛 那所谓的逼中国就范 要多做点事情怎么做 做法就是我把法码加在台湾这一边 这就是我们在念国际关系理论的时候 时常讲到的那一个天平 今天我发现天平失衡的时候 我以为你要讲塞子 也可以多堆整个塞子把它塞回来 你没有讲屁话 没有这没有屁话 这里面我们可以试着把塞子当法码 把天平平衡回来 好吧那你就说当多塞几个塞子好了 美国塞的第一个塞子呢 你可以看像国防授权法 这样怪怪的 把人家好好的法案讲的塞子 听起来好像不太好听 讲回来好了 美国所放的法码 就你看到像国防授权法 然后看到他的这种所谓的武器的 定期的要卖给你 然后也看到高官护法 你知道高官护法对台美之间是多重要的事情 因为台湾跟美国之间 自从断交以后 哇两边的官员要见面 要偷偷摸摸的不能正式来 因为美国怕被中国讲话 所以我们台湾的官员不能进去白宫 或是正式的官方场所 只要双方官员要见面 都不可以让人家看得到 要偷偷摸摸摸 这象征了什么事情 一个是形势意义上面告诉你说 台湾跟美国的官方的交往 可以正式化 对 第二个意义是告诉你说 我们以后很多谈判 大家直接谈 我们不用找一个 别人没办法发现的小咖啡馆 躲在里面聊四集 所以这个意义很大 所以就是从我前面在讲的 那个一路的外交脉络发展下来 你就会发现最大的一把枪 中美贸易的枪 谁给的 川普给的啊 川普给的那把枪 枪是在习近平讲话之前哦 所以等于川普先架了一个大的枪炮 在那个地方 只是这个枪炮呢 他希望台湾来帮忙开枪而已 而且这个枪 还常常送子弹给我们吗 对不对 没有他送新的枪给你 人家是送整个整把枪 到处都是 那所以这第一把枪 对于台湾这几年的结构 是不是影响很大 对 第二个影响很大的是什么呢 是你看到习近平的讲话 因为在中美贸易之下 习近平对台湾的讲话 变得很尴尬是什么 就是这一天啊 1月2号今年 对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攜手推动民族复兴 实现和平统一目标 探索两制台湾方案 你们这个就惨啦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还讲到九二共识 你比两会的时候 报道的主播讲话声音好气 这个影响比较大 是在于说 是在于就你看到习近平的讲话 但习近平要讲话 要越来越强硬 为什么他越来越强硬呢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讲 有个很大的中美贸易下面 他们要谈判吗 要谈判的时候 谈判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有取 然后呢有舍 我一定让了一些东西 但我也得到一些东西 在这过程里面 你不能我每次让掉的东西 都把我叫做上权入国吧 所以你发现习近平的 整个北京政府做两件事 第一个是 在去年那段贸易谈判时间 要控管相关关键字 要不然之前中国很多文章都在说 打倒万恶的美帝啊 怎么样尽量去唱衰美国 讲说中国怎么样的 回复强大复兴的路最好啊 但这种文章 在谈判的时候不可以出来 因为出来的时候呢 会让负责谈判的人下不了台 一面要把这种东西封锁起来 一面控制媒体 一面还要告诉大家说 你看我们政府立场还是强硬的 强硬要强硬在哪个上面 强硬在台湾态度上面给你看 我不可以面对强的台湾的时候 反而软下来嘛 所以像1月2号谈话 习近平他就要被变得很强硬 习近平的强硬 他就告诉你说 我今天我们两岸之间 未来就是所谓的什么呢 这个两岸之间就只有同属一中 只有一国两制可以走 那么这件事情呢 对台湾的政治 是不是造成很大的冲击 所以你看川普做的事情 让台美关系开始正常化 他对台湾的影响是什么 是在经贸上开始发生影响 发生影响是 你看他所打出的关税战里面 让很多台商回流台湾 所以我们给大家看这个图表 这个图表最清楚了 现在不是电子五哥四哥都回来 只剩郭大哥 正在准备当中 我们不要冤枉他 其他几位大哥回来 现在不知道郭大哥 怎么都要回家 但是郭大哥有回家 只是他回家选总统 那我们看这个数字 这个是台湾的侨外资的投资金额 就是外国人来台湾投资金额 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马政府时期 从这时候开始 马政府时期 几乎每年的侨外资的 这来台投资 没有超过100亿美金 平平 平平而且还衰退 对不对 但到了蔡政府上台之后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数字这几年都 几乎都超过100亿美金 在去年更达到新的高峰 那今年底会更高 对那所以我们刚刚所讲的事情 有没有转化成实际的数字 当然有啊 这就是数字啊 他就告诉你 中美贸易战下面 我们很多的资金来了 连外国人都想来台湾投资嘛 所以侨外资来投资 本国人自己也回来投资 让台湾出现一波最大的回家投资潮 那这个情况就是我讲的 川普的中美贸易战下的一个产物 再加上习近平给蔡英文的第二把枪 就是他的习近平的讲话 对台湾要越来越强硬 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说为什么习近平在1月2号 他会这么强硬 11月24号本来已经把蔡英文给踩在脚底了 民进党都已经进入18层地狱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 这个就来请教范世平教授了 就是范老师 11月24号的选举结果 很多人都认为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已经水乳交融了 对不对 那一天开始 我看很多的台湾派的人士 大家都已经陷入了低潮谷底 觉得已经翻身无望了 那 结果 不到两个礼拜的 习近平 就送了一把枪给蔡英文 他是跟蔡英文有秘密通道吗 他们两个有什么这个政治上的特殊目的吗 还是他算错时间了 他估计错了两岸的情势 也或者他背后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非要在这一天送出了一把大枪 最后变成刚才这个王浩说的飞弹 跟这个清皇所说的好几把枪呢 为什么 其实现在大家都 据了解 就是说习近平1月2号提出了这个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这个是有他自己提出来的 国台办都是状况外 是 因为我们知道从2014年的太阳花旋律发生之后 我们看到后来这个包含这个九合一选举 民进党大胜 那整个国台办系统呢 是被习近平不信赖的 他认为他们错估了很多情势 是 而直到2016年呢 可以说是这个民进党可以说 在立法院单独过半 另外就是蔡英文高票当选总统 一连串的行为 让习近平觉得这个对台工作 他要自己抓 他透过谁来抓 透过他的中央办公厅的主任栗战书来抓 所以我们看到2015年的马锡惠 那时候也是票过了国台办 国台办也是只是一个 不是一个主办单位 完全是由 中央办 习近平的习办亲自去抓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事情 他那个 马锡惠是非常快的 因为非常那个决策很快 为什么 因为他敢 他们当时中共已经发觉 蔡英文的当选是不可能阻挡的 所以这个时候习近平 未来要在对台工作上取得一个成果成就 因为如果蔡英文当选 等于是他对台工作的一个失败 那我怎么样能够让他的党内 对他的批评能够减少 他做了一件事就是马锡惠 所以马锡惠完全是在一个 习近平为了自身利益 他要的只是跟马英九那张合照 可是马英九一直以为呢 他非常沾沾自喜 因为说马锡惠是我的一大突破 所以你看到马锡惠很有趣的是 马英九跟习近平见面完之后的会谈 马英九讲了一大堆啊 什么陆生啊 什么两岸新貌啊 什么台湾去联合国要什么不方便啊 讲了一大堆这些所谓的这个政策 可是习近平一句话都不理 因为他要的只有一件事 就是我跟你那张照片 那张照片照完之后 我们就说白白了 白白明了 对就不用再跟你谈什么了 结果你看那个晚宴啊 马英九喝的啊 喝醉酒 喝醉酒了 还乱讲话 还带了高粱去 习近平免了一免 就后来就走了 从地下室离开 还不愿意公开离开 因为这件事情 马英九还走在大厅里面 这样晃晃的 对啊 然后还这个一副那个酒 还被人家那个死笑 那为什么这个 可可也在现场嘛 也很清楚嘛 就中共其实是 完全在消费马英九 因为马英九只是来当作我 习近平的一个政绩的样板而已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 我觉得中共还高估了马英九 那时候呢 他们两个人一出来 不是有一个公开的这个发表会嘛 央视是全程转播 习近平讲话的时候 央视转播 到了马英九讲话 央视忽然进广告 他以为马英九会讲 我是支持这个一中各表的 结果马英九连事都不敢讲 可是中共还高估了马英九 以为他 当时他们担心他九二共事完以后 会讲一中各表 赶快把他咔掉 没想到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说 习近平他完全掌控了这场马习会 是啊 因此他把国台办放在一边 然后 由他自己的中办来做这件事情 那我必须要讲 就是说 这一次的这个一国两制 台湾方案也是如此 因为大家会觉得 这个事情 一国两制在台湾 是完全没有市场的 你为什么要提这个东西出来 当然我觉得 习近平认为说 他可能自大 非常的自大 非常的意满 他认为说 这个十一月 这个二十四号 民进党大败 看起来 是他的功劳 对他认为这个是表示我们这个 国民党大胜 表示国民党的两岸政策 是台湾民众喜欢的 这个时候我就趁胜追击 因为我们知道中美之间 中美贸易大战已经打得这个 让中国还没有面子 我一定要有个突破点 突破点在哪里 就是对台工作 所以他就说 我就抬出一国两制 台湾方案 台湾民众应该会鼓掌的 想不到反而这个也是住了蔡英文 所以蔡英文的 永远最好的朋友叫习近平 他永远在四十的时候呢 伸出勇仪的双手 让蔡英文呢 能够从府里 我们下次找一个 找一集座 蔡英文的星座 跟这个四个贵人之间 是怎么样的 互相变化的 那不过接下来的 另外一个贵人 双子座跟处女座 川普是两个人是前后天 都双子座 所以我刚才说 第五个贵人就是韩国裔 就是韩国裔 所以双子座是处女座的贵人 虽然双子座跟处女座 结婚不太好 但是当贵人是不错 当敌人就好 这几天发生的 据说是射手座跟处女座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贵人 那更厉害了 第三个贵人 苏贞昌 苏贞昌的冒出来 其实是这个蔡英文做了一个非常坚定的 而且打破自己的用人原则的一个决定 这个是她的突破 因为很多人在民进党的人都猜测 她不会请苏贞昌做行政院长 但是蔡英文在所有的这个废墟 已经进入地下室之后 她接受了这个建议 这倒是要给蔡英文一个肯定 结果呢她任用了苏贞昌这位行政院院长 这位有经验的院长 果然发挥了丘吉尔再上这个首相这个舞台的精神 她把这颗秃子给打的落花流水 秃子对秃子果然呢 她的头是不是比较硬不知道 我们来看她四次呛韩国瑜 都让韩国瑜狼狈而逃 开完行政院院会 高雄市长韩国瑜脸色有点凝重 上任后只去过行政院会一次的韩国瑜 时隔快半年终于再赴会 我在这里可以吗 好来请 院会上韩国瑜向中央争取预算 请中央帮忙防止登革日疫情 苏贞昌大力支持 6月4号就主动由疾管署通知高雄 高雄也是由卫生局回复我们 还要在1070万 我们如数就在6月6号照布了 如果需要有国军资源到什么情况 那我们都会大力来支持 不止防疫 苏贞昌也系数高雄已经得到政院核定 或原则同意的大型建设 捷运王线 中央要补助804亿 5月27号核定 大林普计划1050亿 已经原则同意 钢山入主的延伸线270亿 在3月就已经原则同意 3年补助高雄 2476亿 都是白花花的因子 所以这绝对没有困难 韩市长以后讲中华民国就好 不要再讲中华民国地区 如果说蔡英文总统在1124之后 318被赖清德挑战初选 6月13号初选结束之后 你看到一个2.0版的蔡英文 那我们必须承认 我们在政坛看到一个3.0 4.0版的苏贞昌 对不对 苏贞昌完全变了 你说他的政绩很好 他完全是在帮蔡英文 听命于蔡英文吗 不是 他很多人士任命都让蔡英文摸摸鼻子 不敢讲话 这个苏贞昌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短短的 才几个月的时间 其实我觉得 就是说 今年请苏贞昌重新来担任葛奎 是蔡英文人 就是他的政治生涯里面 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跟转变 你讲实话 按照以前他的脾气不会吗 那有可能 因为其实苏跟蔡的关系 大家都很清楚 两个人虽然称不上是怒目相识 但是绝对不会是水乳交融 那这一次他找苏贞昌回来 其实我特别去问了一下 他其实刚开始苏贞昌 因为苏贞昌其实 苏贞昌不相信蔡英文会找他 但是他还是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然后呢 苏贞昌跟赖清德个性最大不同 是两个都很优秀 但赖清德可能因为 毕竟年纪轻一点 然后从政经验没那么多 跟苏贞昌比起来了 他在面对总统的时候 比较拘谨 对 赖清德这个个性是比较 对他比较拘谨的人 但苏贞昌呢 他会坚守应有的奋计 但是他没那么拘谨 所以有一次 他做过蔡英文长官 对 没错 他做过行政院长 蔡英文做副院长 有一次蔡英文就直接挑明的 跟苏贞昌讲说 你就去做 我如果没讲的事情 就表示我完全同意 所以你不用 他的意思 言外自己说 你不用担心我会 大小事都管 就你去做 我只要如果我有不同意见 我一定会当面告诉你 所以呢 苏贞昌听到这句话 就觉得非常放心 就很放手去做 所以苏贞昌 这一次最大进化在哪里 先讲他跟韩国瑜的战争 这两个秃子 除了唯一的相同点 是头皮上面 头发比较少 这一点相同 头皮下的构造差非常多 一个叫草包 一个是 你脑袋里面是有料的人 所以 论口才嘛 韩国瑜你口才是很好 可是你也比不过苏贞昌 因为人家是律师出身的 对而且 所以你说你要跟苏贞昌斗嘴 我觉得那个叫自讨没趣 因为苏贞昌对政策的闲熟度 不管是地方的治理 还是中央的治理 都比你韩国瑜强上一万倍 你要去跟他斗嘴 根本是自讨没趣嘛 所以韩国瑜当然是败 那苏贞昌这一次 我觉得他 以前的优点他保持 表示他做事情很有魄力 然后很要求效率 然后呢 我觉得他最大的改变是 他自己常常会讲 他有时候看到有些他交代事情 或是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底下没有做好的时候 他会很想骂人 现在比较圆柔一点 但是他都会在心里提醒 他也当面跟小英总统 讲过一句话说 不行我现在是2.0版 我不能随便骂人 然后就不骂人了 所以但是他要求的效率 还有你看看他整个团队 在网路上的那个效率 非常之快啊 你看礼拜四的行政约会 他马上就讲小三通这件事情 他说这个看起来就像个诈骗案 对 你看一句话 当天晚上就影片都出来了 对 然后内政部马上说 因为内政部是社团的主管单位 马上去查说 这家什么台湾梦协会 中国梦协会 从来没有报过财报 你把财报拿过来 然后马上指示高雄市警察局说 去查一下是不是诈骗案 很快这个事情就就绪了 他就 那什么时候查出结果另外一回 但是至少让人家觉得说 政府很快的有回应 这个是苏贞昌对蔡英文最大的帮助 如果要说 蔡英文后来在党内初选里面 可以赢赖清德赢8% 苏贞昌其实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政绩是在的 因为比较具体化 因为你要知道去年一二四民进党主要输在内政 国防外交没有问题 输在内政 所以苏贞昌上来最大功能是 让人民感觉说这个政府是稳下来了 就不是说这个也被骂 那个也被骂 今天说这个明天又说那个 苏贞昌就板块把内政 把它给稳下来了 那就让这个政府可以一步一步的走 那我再讲一下 为什么蔡英文在去年之后改变这么大 刚刚大家在讲说这个 剪刀枪 其实剪刀枪是果 她的因是什么 她的因我认为跟蔡英文的性格有关 那这个性格呢 在内政上看起来是她的缺点 但是在国际外交两岸上 反而变成她的优点 蔡英文在这个执政 我觉得她这三年来最大的成就是 面对中美两个国家的时候 中国是对她恨得牙痒痒的 中国认为蔡英文 你就是个百分之百的台独分子 你就是要搞台独 可是蔡英文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没有一件事情是走向法理台独 没有被抓到这个 中国气得要死 证据跟理由 她没有发飙的借口 因为我蔡英文没做任何事 你的意思就不像我们阿炳 先生有的时候 对 讲话出题 我还是要引述黄信介那句话 有些事情可以做不能说 蔡英文是有落实的 可以做但是不能说 蔡英文的性格非常的稳健 那对美国的部分 美国其实开始也在观察蔡英文 后来观察一阵子发现说 这个台湾总统还蛮值得信赖的 他对蔡英文产生了信任感 所以为什么礼物一包接一包送 然后接下来还在打包 比如说前天送了一个超级大礼物 高通在新竹竹科 盖了他海外全球海外唯一的总部 而且他那个是要研发 因为我们跟高通那个时候有和解 对就是那时候反垄断 对为了要罚钱 公平会跟他和解 还被一堆人骂 所以碰到财团就腿软 后来发现其实 放长线钓大鱼 而且我补充一下 那个时候本来很多人说 你看人家南韩都罚他这么多钱 谁也罚他很多钱 那为什么不能罚高通钱 然后罚了高通钱真的开下去之后 有很多科技界人士跳出来骂说 哎那高通欺负我们厂商欺负这么久 授权金都要这么高 你们怎么把那个什么罚他钱不罚多一点 还嫌太少 所以这个投资案是还了这个政府的公道吗 对不对 这也是一个值得观察的一个 另外一方面跟中美贸易战也有关系 所以这个跟双子星案之间 可以用一些联想 你晓得吗 因为高通也是外资啊 对不对 那高通在台湾这个中心 他为了台湾这个研发总部呢 还特别把美国圣地牙哥总部 一部很精密的微波的5G的机器搬来台湾 他在跟台湾要合作研发什么 他们叫做真的5G 就是最先进的5G技术 那他背后代表什么 大家就想到华为嘛 对 华为跟美国在竞争全世界5G的主导技术 那中美贸易战华为被封杀了 那现在显然 美国利用高通这个投资站 把台湾拉到美国队这边了 就你台湾我跟你合作 我们来研发最先进的5G技术 那将来如果高通可以主导全球的5G市场的时候 台湾一定可以分到很多的经济上的红利 那这个其实是美国非常具体的一个动作 所以 我再加上参议院 刚好在前天也通过了 2020的国防授权法 他里面加了一条 他说以前不是军舰都会通过台海吗 他要求美国国防部 你以后军舰要定期通过台海 他给他定下一个定义 叫做定期通过台海 那至于定期是多久 是一周一次 两周一次还是一个月一次 那就看美国国防部自己决定 所以蔡英文的个性 他的稳定的处理外交造就了 我们台湾可以捡到很多枪 那我觉得接下来在明年选举之前 因为其实变化很快 你想想看 他从318以后就变了那么多 124以后 才不过才6个多月的时间 而且你看扣姐 我们就讲一个月前 一个月前所有的民调一对一 蔡英文对上国民党还是输 对 现在他是赢的 可是一个月后全部都赢 所以未来也不能那么乐观 对于蔡英文的观点来讲 对 因为还有6个月嘛 那变化还很大 范老师要补充 我觉得这个蔡英文 他掌握了一个很大的局势 这点刚好也是国民党没有掌握到的 就是亲美 反中 远港 亲美就是跟美国日本亲近 反中就是对跟中共 采取一个对立的态度 而且这个反中是在美国的支持之下 是跟美国一起的 对 你看阿扁的时候 他也反中啊 为什么阿扁为了 因为美国跟中国那时候还很好啊 那时候美国认为你这样子反中 对我是不利的啊 对 现在反中是更好正在美国一起 所以美国也支持 第三个远港 深远香港 对 所以我觉得整个大局势 为什么国民党到今天为止 他本来去年十一月 国民党是大胜啊 是要来讲国民党这次选总统 是轻而易举啊 那为什么国民党到今天为止 看起来好像郭台铭跟韩国瑜 都没办法对抗那个蔡英文 就他没有掌握到亲美反中远港 我刚讲一个 亲美 我们那这两天那个国民党的那个辩论 还有的人讲说 哎 美国靠不住啊 不能关门跟 还被人买他的F16 被人买美国武器 跟中国买武器啊 然后那个周锡伟变成一个 好像这个新党的那个反日派 台湾人最喜欢的国家就是日本 所以你在那边反日 年轻人最喜欢 对 年轻人最喜欢 有的人一个月去两次日本旅游 所以你这个关系 跟台湾的主流民意不一样嘛 台湾人跟美国 他说我们有共同的价值是民主自由 结果你不但不亲美 还说什么国防不靠美国 要国防 郭台铭说国防靠和平 韩国瑜想要 还讲的国防靠美国 还有点道理 然后再来就是 你也不敢反中啊 习近平讲的一国两制 台湾方案 国民党做了什么反对 虽然我们看到这种辩论 里面郭台铭有 跟朱立有说 不支持一国两制 这是基本耶 这common sense 这不是什么政见 这本来就应该了 你还把他当过政见来讲 就是他们怎么敢这么小 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大声骂中国 他们是在跟柯文哲比吗 骂中国现在才有票 你又不敢骂 现在讨厌共产党 刚才这样 然后我们在讲 这个声援香港 这个6月9号的反送中运动 国民党有没有什么反应 国民党中央没有任何反应 后来有微弱的反应 韩国瑜说我不知道 不晓得 结果相对来讲 蔡英文是 跟派成局去接见这些 香港的同学 所以我觉得给香港的这个反送中运动 可以说高调的可以支持 所以我觉得整个大情势出现了变化 可是国民党他没有改变 我觉得国民党 当天的这个国民党 这个国政辩论 应该要辩论是 当习近平提出一国两制 台湾方案 我们国民党怎么因应 当习近平把九二共识 载化成一国两制 我们还要承认九二共识吗 所以我觉得这是国民党今天 没有办法去因应 当香港有这么多的学生反送中 我们国民党我们态度是什么 好你不要这样子批评他们了 因为袁智慧说 我们现在是因为在初选嘛 那那个 因为初选要互相争取正蓝啊 深蓝的选民啊 所以就要有策略性的调整 得到初选完了以后 你们可能也会吃上大力丸啊 这个菠菜啊 这个好壮壮 可是事实上蔡英文确实是大转身 而且大逆转 因为到现在为止 他的民调不只是在初选里面 赢过了韩国瑜跟郭台铭 那三个人的时候 他赢过柯文哲跟国民党候选人 那大局是又对他有利 所以袁智 你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因为你们十一月二十四号 本来建了一个豪宅呀 怎么这个豪宅现在被炸掉了呢 好像被 被自己人炸 我觉得有很多因素啦 有国民党内部的因素 当然有大环境的因素 那我们国民党内部的因素 其实在年初的时候 就像康姐讲的 我们那几个主要的候选人 都有赢蔡英文 像朱立伦也有赢蔡英文 韩国瑜也有赢蔡英文 那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 党内办了一个超级长的初选 从一月就开始说要办初选 然后到七月才正式初选 那这过程当中 譬如说四月多郭台铭的加入 然后就整个大混战 又造成内耗 那整个声势下滑 我觉得这 这次国民党会输给蔡英文 绝对跟国民党的制度 拉这么长 以及里面的分分老老是有关系的 这是一个部分 然后第二部分是 因为民进党已经整军 已经做好准备了嘛 他们已经确定是蔡英文了 那赖清德也归对了嘛 很多独派的本来是说很反对他 但是现在也变成观望 甚至变成支持 但国民党还没有啊 国民党现在还是非谁不投 非谁不投 非人不投无韩交友 之类的 非A不投或非B不投 那非A不投如果接到问他说 你要不要支持B的时候 他一定不会支持啊 那非B不投的 你不是已经韩菜菜了吗 那个叫战守则啊 韩菜菜 韩菜菜 是没有这样的叫战守则 可是大家自己会 我看到了叫战守则 我都说到了 有吗 有一个小表格上面写 几号几号民调 上面放韩国瑜的照片 你接到电话要全部接完 等一下我找给大家看 接完以后呢 然后下面就韩菜菜 就支持韩 然后要支持郭台铭那一行的时候 就说支持蔡英文 已经出来了 所以如果按照柯姐讲的话 那的确我们民调一定会下滑 因为当然分裂了嘛 可是如果当我们7月14号 15号我们确定人选之后 你有信心你们 我觉得还是可以整合成功啦 就像蔡英文都可以整合来清德 我觉得我们主席也会有智慧啦 把大家整合在一起 你太那个 我们也要抱持着乐观的态度 你们韩国的那个关系 跟蔡萊的关系 可以相比你吗 因为大家 基本上蓝军的还是 问题里面拔人害 就是说蓝军还是不需要民党执政 所以我觉得 需要一点时间来整合啦 光是郭董跟那个蔡董的关系 就很难和解了耶 他今天 他昨天把 郭董昨天发表声明 这个啊 再也不接受望中集团的访问 要守卫台湾的民主 如果望中集团支持的韩国瑜出来竞选 你觉得郭董不会有反叛 你们的问题更严重 你们下一个贵人 就是汪浩说的 不只是韩国瑜 搞不好是蔡衍明 是郭台铭 你们有没有这个心理准备啊 我觉得反正等到7月15号再说 现在想那个流点 你在逃避现实 15号 开始出来再说 那我觉得刚刚 我觉得大家也有过度的 就是把苏贞昌神话了 因为有吗 我觉得啦 因为为什么 因为像上次苏贞昌出来打韩国瑜 其实韩国瑜的民调反而回文 所以网友就讲说 谢谢丞相事件 就是苏贞昌越打韩国瑜 你说哪一次啊 中华民国地区那一次吗 就是登革乐那一次 就是说韩国瑜 客客气气的去参加行政院院会 结果苏贞昌做了一个影片 去针对他 那大家会觉得其实登革 就说即便是蓝绿有口水 或者政治操作 不要把它放在登革乐上面 因为登革乐是人家会生病 甚至会死亡的威胁 他那天 那个是你们讲的初选的 你们自己的初选民调 可是苏贞昌的满意度是增加的啊 对不对 我觉得我补充一下 苏贞昌对蔡英文最大的加持 是在哪里的 苏贞昌不是现在才这么的接地气 擅长用网路这些东西 苏贞昌在2010选举的时候 他就很擅长使用推特脸书这些工具 那他那个时候就知道说 我面对一些民众质疑要拍短影片上去跟民众解释 只是在2010年的时候 那个环境不像现在网路更普及 你说2010年他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对啊 那个时间2010年哪有中华电信499 让你吃到饱这么好的资费啊 现在499吃到饱之后 反而让苏贞昌之前跟新科技接囊的那个模式 刚好在市政上用的淋漓尽致 现在大家年轻世代都在看网路的原因嘛 不过我再继续还是想要远远 就是说你们的问题就出在 当然你想说苏贞昌没有那么神 可是我们讲的蔡英文的贵人 是不止苏贞昌 他是有一把贵人 那那个韩国瑜只有损人啊 这个损友啊 他的猪队有一大堆 然后这个最近又有跳船的 那个对你们来讲很麻烦吧 讨厌共产党这样的一个明年的选举 如果变成了世界的趋势 台湾的口号 你们怎么应对啊 国民党刚才范老师讲的啊 范老师刚刚讲说 国民党没有跟上反中 亲美跟远港这样的趋势 其实我们也是亲美 也是远港啊 但是只是说在对中国的态度上面 可能大家认为我们是比较采取和中 就是以和平为前提 你们叫和中还是祥中啊 和中和中 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希望以和平为前提 在一个和平的基础底下 发展两岸关系 可是对于对岸所提出来一些不合理的 我们也没有招单全授 也甚至没有接受啦 那只是说在主权的议题上面 大家已经形成一种刻板印象 就是只要呢 中国发表比较强烈的演说 或者中国对整个国际 有做出比较不好的事情 大家就很开我们国民党 你为什么要国民党 你为什么要跟共产党走那么近 但实际上 我觉得实际上是没有的 但是就长期累积出这样一个印象出来 你讲出实话了 如果这个趋势一直下去到一月十一号会怎么样 当然我们现在很难讲 因为台湾的选民实在是太滚火球了 这个变化很快 而且国际局势变化很快 但是蔡英文也不见得就是这么稳啦 那国民党也不见得就是一定是这个 他的豪宅已经清到 说不定他可以整修啊 可以那个加强补救嘛 而且可可你知道吗 其实现在台美关系更进一步 其实跟蔡英文有做什么 没有什么关系 最主要是中美贸易战嘛 所以美国现在需要 蔡英文有博得她的信赖 因为马英九任内到最后想去跟习近平去加强关系 甚至有要签什么和平协议 这样的一个这个耳语之声的时候 美国人是反对的 所以马英九在他的任期的末期 其实是被美国人怀疑的 那蔡英文是回过头来 这个建立了互信关系 还有一点你必须承认啦 你眼睛大一点看看蔡英文 蔡英文的人格特质是稳健的 不会制造麻烦的 不会让人家有surprise的 但是美国人是经过了两年多的观察 这也是事实啊 对但是我觉得美国人 也还是把我们当棋子 因为像最近有一个最近的新闻嘛 棋子还可以冻啊 当塞子人家洗完澡放掉水就没了 塞子就可以调节水量啦 创造台湾价值啦 那我要讲说像 像G20嘛 对不对 然后本来美国说要卖给我们武器 但现在也说要跟中国 台湾之后才要决定嘛 据说这个是放消息 放消息 但是有几个消息透露出来 其实美国会重新考虑台美的关系啦 为什么 因为像川普的很多支持他的那些州的大豆 现在据说都已经卖不到中国去了 然后中国现在采取一个方法 就是我除了调高对美的关税之外呢 我还降低了其他国家进口的关税 比如说呢 加拿大如果要进口大豆 关税就降低 那加拿大的东西 龙虾什么的 就会大量进到中国大陆 那美国的东西就相对来说 就受到一些威胁 所以美国现在也发现 中美贸易战硬打下去 可能对于川普的 那个报道是错的啦 为什么 因为全世界大豆产量 就来自于 最大就是巴西跟美国 就算全部用巴西的 量一定还是不够的啦 那第三大第四大的国家 跟他量能比起来都还是差很多 所以你一定还是用到 那个美国的产量 当然最严重的 当然还在你最后的那个尖锐的是科技战 刚才讲的高通啊 在台湾的投资 那同时间这个华为是被禁的 那在这两大国之间 我们不管是做筛子 棋子或是做棋手 我们要存活嘛 对不对 那存活有各种不同的方式 可以各种子都做啊 对不对 来这个小党的这个 像社民党啊 绿党啊 跟时代力量 怎么看蔡英文 她的大变身 跟国民党的突然的大翻转 国民党的大翻转 是出在习近平身上 川普身上 还是出在国民党人身上 其实国民党的大翻转有机可循 先谈我们这几个小党很清楚 我们什么叫主小党 第一个在主权跟民主上 我们跟民党是同一个阵线的 因为我们觉得国民党跟民党去国外吵架 这样并不对台湾不好 那我们在内政上 希望能够有不同的立场 然后可以讨论增进我们内政的进步 所以主权跟外交这个部分 其实观察已久 国民党的变化 不是从习近平开始 是刚刚叩叩姐讲的 其实马英九好奇的时候 那因为我长期在跟美国的一些智库的学者 他们交流的时候 十年前的时候 马英九刚上台的时候 那些学者都是说 他们对阿扁是不信任的 对马英九觉得是维持现状派 阿扁可能动不动就想要 就是说搞一点什么trouble maker 跟以前李登辉比较像 可是呢 在马英九好奇的时候 这些学者一律都觉得 国民党已经不能信任了 已经从一个维持现状到亲中 那国民党那反而是民进党 在小英上台之后 他们认为小英是上市 那也是所谓的 有些深入态度 不够满意的部分 觉得比较像是维持现状 但是又转化了 变成中华民国 等于台湾这个部分 那可是呢 在这个小英上台之后 国际情势有很大的变化 第一个就是习近平的告台湾同胞书 那个第二个中美大战 第三个香港 那非常奇怪的是 国民党从这个亲中这个位置 还谨守的过去 那个什么九二公司那个部分 那人家已经越过你的中线 你维持现状不可行的时候 因为他是动态的嘛 那国民党反而还在抓着 一个九零年代末期 跟两千年初期这个立场 所以我想现在国民党 真的是在这个抗中 互主权这个过程中 完全丧失台湾的中间 选民的信任 你只剩下一些深蓝的 还看不清的国际情势的人 然后还相信说 什么中华民国被掏空的 事实上小英事实上是在中华民国 台湾主权这个部分 他是守住的 而且在抗中保台这边 他其实是有机会结合 我觉得台独1.0跟台独2.0 为什么我讲台独1.0跟台独2.0 因为刚刚我们在讲 苏贞昌跟赖清德嘛 其实苏贞昌跟赖清德 是传统民党系统的 就是台独1.0 台独要建国的 大家对他们是有信任 小英其实很有趣 他是所谓的台独2.0 但是新世代的 所谓的天然独是台独2.0 他也可以接受中华民国 也可以接受台湾 但是很清楚 就是一个主权的国家 所以你如果看那个馆长很有趣 馆长后来就是那个抗中 就是反红媒之后 他的那个直播还澄清说 我跟台独大旗队无关了 我不是台湾独立 我没有要独立 但是他是 对他是中华民国派 小英事实上是可以团结 这个台独1.0跟2.0 如果他跟苏贞昌跟赖清德 保持一个合作的话 但反而是国民党很奇怪 他的那个中间的力量 已经不见了 他已经完全 连美国都认为他亲中 那你说中美大战之后 你还有 还有 就亲美和中的空间吗 就是没有嘛 这问汪浩就知道了 所以人都知道 人家大战律的 绝对的错误 跟小氛围的无法吻合 其实这个现在的 不管是你讲的 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就不管是台独1.0 或是台独2.0 或者是这个华独 现在都围绕在 蔡英文啊 苏贞昌赖清德 这个大的家庭里面 不管是养女精孙啊 长女啊 这个长男啊 反正全部都在一起 叫做什么 因为要抗中保坛 中华民国台湾 对 其实汪浩很早就已经说过 对啊 我记得你在年初的时候 就已经说 1124 其实1124 为什么韩国瑜会有那么多的票 他的中华民国的国旗 确实让很多啊 那个 对于台独很害怕的 不明就里的人 是想要这个 从中华民国的国旗里面 走到一个他 过去所安稳存在的一种 这个政治环境 那所以他认同了 那你就那时候就提出来的 台湾 中华民国 对不对 那可是现在他们的 中华民国国旗 被韩国瑜搞六个月之后 那个中华民国国旗 其实是五星级的伪装啊 所以中华民国台湾 走到中间 恐怕也是 蔡英文跟这些贵人们 要持续 你觉得他们是有意识的走出来 还是大环境逼迫他们走出来 不管怎样 未来下半年 是不是这样的趋势呢 我觉得这个 过去六个月 蔡英文在中华民国台湾 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 这一个原则和这个论述的兼职 使得他逐渐赢得了台湾共识的一个 大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战略方向的这个领导地位 因为在 蔡英文实际上 提出中华民国台湾 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这个概念已经有两三年了 选举的时候就 就两年前 一年前的这个 这个国情演讲 他也再次提到了中华民国台湾 这个概念 但是呢 实际上到了习近平讲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以后 蔡英文的回击 嗯 才使得这个中华民国台湾 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才这个 这个 华独台独一家亲的这个 这个说法 逐渐被社会主流接受 嗯 虽然说 一直还是有一些 这个 深绿的台 台独派 这个还是有的 然后有这个 深蓝还是认为你在借壳上市 对 这个还是有这个 深蓝的 深蓝的这个 这个 呃 亲中派 这个也是有的 但是台湾社会的中间力量 啊 越来越能够接受 蔡英文的这个主张 就是中华民国台湾 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们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嗯 然后我们这个 呃 愿意这个跟中华民国在 一个 一国对国的关系下面 嗯 一个一个和平共处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必须是一个国与国的关系 对吧 不是呃 两岸一家亲的关系 后来郭台铭讲的也是这样啊 哎 对 但是 问题在这里 就是说 郭台铭的这个说法 不被大家信任 这里面有三个问题 第一 郭台铭的说法 不是国民党内的主流说法 哦 这是第一个问题 国民党五个候选人 除了郭台铭一个人 其他四个人 没有一个人敢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 是两个国家的 嗯 两国论 只有郭台铭一个人讲 其他国民党候选人都没有讲 这是第一个问题 是 第二个问题 国民党的所有主流的说法 没有一个公开抛弃九二共识的 嗯 这个也是第二个大问题 五个人都没有抛弃 对 都没有抛弃九二共识 但是九二共识已经被认为是一国两制 已经被老百姓 几乎等于一国两制 对 已经九二共识跟一国两制 已经被贴上标签了 这个是台湾主流民意反对的东西 那第三一个东西就是 清美的战略立场 就是说在中美这个新冷战这个开始 嗯 这个已经有一年多的中美新冷战的这个局里面 这个台湾要站在自由民主阵线 站在清美的这样一个外交政策 这一点国民党的五个候选人 没有一个感明确的提出来的 就算提出也要跟中国维持平衡 郭台铭是要这样子 美中平衡 所以他的中华民国的帽子 赛克在中央电视台也都抹掉了 对 赛克掉了 所以就是说 国民党的候选人 不管他们怎么讲中华民国 他们怎么挥国籍 他们跟共产党是没有办法切割的 这个问题是过去十几年 特别是连战访问中国以后 至2005年到现在 国民党的整个一个战略 所谓亲中有中的这么样一个战略 给台湾人民造成的这个鲜命的影响 而国民党现在被这个深蓝统派绑架了 他们没法走出这一条路 所以才让台湾人从忧虑 恐惧跟反中跟全世界 特别是香港人 这个近在咫尺的这个回应当中 反而坚定了立场 现在的坚定的立场就是 中国人不肯信赖中华民国的那个 在韩国瑜的造势场合当中 在中国的媒体上面 是被马赛克掉的 我简单补充一句 因为汪浩是学者讲话 他讲的很有道理 但我用大家都听得懂话 你要讲塞子 国民党现在 假如刚刚洗澡 国民党现在面临一个抉择 就是你在原配的太太跟小三之间 你要做一个决定 就你不能再劈腿了 他两个都要 什么叫原配 原配就是自由民主人权 这个家庭 你要回归自由民主人权 这个家庭回到太太身边 还是要到外面去找 那个偶尔会跟你耍狐媚的 那个小三 过去国民党在 从马英九的后面开始 执政后期开始 小三就中国嘛 你没事就跟人家屁一下腿嘛 就跟人家抛个媚眼嘛 人家就给你一点点好东西 给你一点点礼物嘛 可是问题是 我们跟美国是同属于 自由民主人权 这个大家庭里面的嘛 国民党现在面临一个抉择 就是你要做一个选择 劈腿 不管是感情或政治劈腿 永远不会有好下来 这个中心理念是 自由民主人权 是文明的进程发展 如果你这个 还要想要中间 要拿一点好处 而且好笑的是 你拿的好处 是个人的好处的话 那根本 选民是非常清楚的 从香港的转变当中 香港曾经有一度被大家担心 有没有 就香港人的投票率 比较低的时候 大家还担心香港人 是不是被说服了 后来发觉不是 不是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人性就是如此啊 对不对 那台湾更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看蔡英文 蔡英文的大转身 是从她的民调当中 是非常清楚的 可以证明的耶 那她的人气回升的状况 她是这个 在今年的2月 对啊 那个时候 她最低的时候 在那个台湾 民意基金会 就游云龙先生的 那个基金会里面所做的 在去年12月 那就是1124之后 她是50以下 是五感五感 42.98 好惨啊 结果现在6月份 她从42.98 增到55 就43到55 增加了12% 她是怎么做到的呢 现在她比这个柯文哲 也不过才几乎不相上下 那这个 这个 是她的那个 好感度的 这个平均值上面来讲 就是56.93 55.16 她是55以上 这个是她的人气回升 那这个 更别讲说 台湾有天然毒 的这种 这个市场上面 有一度 大家以为 1124之后 大家以为天然毒 已经被消灭了 结果也不是如此 好这个 当然我们刚才提到了 还有一位贵人啊 我们没有这个 好好的着墨的 就是这个 赖清德啦 因为赖清德 现在还在平静的 这个 整理她的情绪 准备要投入 服选团队当中 可是赖清德 真的发挥了 非常强烈的效应 这个强烈的效应 除了让蔡英文 不得不赶快的淬炼 她自己说的啊 那之外呢 我觉得赖清德 根本改变了民进党的文化 民进党本来啊 初选的时候 就那个关刀啊 小刀啊 刺刀 杀成一团 初选后之后 还不准疗伤 对不对 民进党本来是这样 这个初选之前 杀成一团 初选后 还不准进病房 这个大家还在外面 组着拐杖 打来打去 可是赖清德跟蔡英文 两个人人格特质 让这一次的初选完之后 很多人想挑拨都不敢挑拨 挑拨不起来 这个很厉害耶 我们来看一看 特别是你知道 苏贞昌院长 她的女儿来我们节目里面 讲过她上个礼拜 曾经打电话给赖清德过 那苏院长我讲 我会50秒讲一下 这个苏院长 让我很感动的地方 就我们电台 想要访问她嘛 我们大家做节目 那她曾经答应过要受访 结果没想到赖清德出来 这个参选 她就说 她就不方便 这个局面呢很特别 她说什么都不行嘛 因为她是五人小组的 她又是院长 她又是赖清德的 亲兄弟弟一样的关系 所以她就不来了 不来了之后呢 初选结束啦 结束你总要来受访啦 她就说 我们家赖清德 现在情绪还在恢复当中 为了这个大氛围 她觉得她还是不要一对一访问 这个就是温度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赖清德 苏贞昌 蔡英文 来请连换告诉我们 赖清德在整个的 蔡英文的命运的转变 跟民进党的未来当中 她还能够发挥什么样的角色 总统接下来是要组 蔡赖苏铁三角 对不对 总统挥了挥手 没多说 但传出蔡振营 早已开始布局2020 试图团结党内 甚至有人建议 与其蔡赖沛不如将赖清德 列入部分区立委边缘名单 成为立委领头羊 拉抬席次 形成蔡英文选总统 赖清德辅选立委 而苏贞昌冲刺国阵 2020选战铁三角 一个专心选总统 一个专心扶选立委 那如果用部分区的角色 来扶选立委 我想这也是一个 一加一大一二的一个方式 对 我是觉得这个 这个组合非常好 就基本上 现在实院长在行政院 做得非常好 那现在回到民进党的 扶选团队来 这个是 这个是绝对的 至于他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等未来的情势 更明朗的时候 这是党的事情 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 蔡赖苏铁三角党内立委 乐观其成 不过铁三角传闻 说明党内 已经开始思考 蔡赖沛以外的可能 目前蔡总统副首人选 除了赖清德 还有现任的副总统陈建仁 施政满意度 逐步升高的苏贞昌 甚至有绿委点名 曾跟蔡总统搭档参选的 立法院长苏嘉全 尊重总统的选择 基本上 只要能够为总统的选战 参加分的每一个人 我们都觉得很好 蔡赖沛是第一选择 大概是小一时 我们的道书跟小书院长 或者是说郑文参市长 有很多优秀的人选 总归一句 要推能加分的人 民进党初选结束 不论是铁三角还是蔡赖沛 团结是唯一的方向 好 赖清德 苏贞昌跟蔡英文 可以形成一个铁三角吗 当然这个未来的选举 选民的眼睛呢 是随时在闪电变化的 可是看起来 如果蔡英文可以让一一二四 就是蔡奇昌啊 或是很多民进党人 非常沮丧的说 进入十八层地域的地下楼 那个时候的感觉是 你根本就翻身 几年无望 那现在蔡英文个人 跟整个的团队 现在至少回到了一楼 可是呢 现在立法委员候选人 还是蛮戒身恐惧的 那我看到民进党了 那国民党的是从最高峰 这个以为自己可以拿到八十席 到现在大家也回到现实嘛 所以你怎么看 赖清德的角色 在这一个初选当中 民进党的蔡赖之争 所建立出来的一个文化 那以及未来赖清德的抉择 我从1996年 台湾第一次有民选总统 就看过民进党的 总统党内初选 看了到现在也看了二十几年 而这一次的党内初选 是我看过民进党 所有的总统党内初选里面 竞争一样很激烈 但是呢 是两位主帅 最自我克制的一次 这跟两个人的个性 绝对有关 他们两个人 底下当然 会杀成一片 但是两位主帅的自我克制 他所产生的效果 就是说 我当主帅的人 没有在前面喊打喊杀 后面的人呢 他的动力 不会那么强 而且最大好处是 选后 初选结束之后 两个人赢的 输的 在第一时间表现都非常好 那这个 在第一时间反应 对于他的支持者来讲 他会发生一个安定情绪的效果 赢的这边当然就不用讲 那支持赖心得的人 一开始一定会有一些情绪 那到现在 也还有一些情绪 但是我最近在发现 他那个情绪是在递减当中 是对 就当然还有一些人会讲一些 说什么 我不去投小英 我只支持赖心得之类的话 但是那个人数相对减少 那你如果再扣掉一些 可能是中国的水军 来这边反串的话 那可能会比我们知道少 但是他还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民进党你说 现在有没有百分之百团结 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 隐忧是什么 他的隐忧就是说 派系 派系我觉得已经 成不了什么气候 对因为在总统大选这一局 民进党派系不敢乱来的 你乱来的话 会被大家吐口水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赖心得上个礼拜做了一件事情 让我觉得还蛮感动的 他上礼拜去了宜兰的 陈定兰基金会 没什么人知道 他就去了 因为陈定兰基金会 在选举的时候 初选的时候是支持他的 他一方面去跟他们说感谢 然后呢 他也跟陈定兰基金会 包括陈定兰的宜双 还有陈定兰基金会 董事长讲说 拜托大家一定要支持小英总统 因为2020是台湾很关键的一战 结果呢 赖心得上礼拜去 蔡英文是这礼拜去宜兰 那当然有一个行程 也是去陈定兰基金会 对 结果这个董事长呢 就把赖心得这一段话跟蔡英文讲 嗯 然后在后面 而且他基金会行程 后面有一个是不开放的 是跟宜兰的党公职的座谈 嗯 小英特别在跟党公职的座谈里面 把这段话讲出来 哦 他讲给所有的党公职听 然后再一次感谢赖心得 参与初选 然后这个整个民主的风度 他再把那个话再讲一遍 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双方一个很良性的互动 嗯 这是一个良性的互动 就是朝团结民进党 更进一步 而且民进党要整合的黄金时间 其实就是到国民党初选结束之前 我认为这是民进党整合的黄金时间 是 因为国民党现在沙沉一片嘛 那民进党在这个时候 如果能够加快整合速度的话 先把党内整合好 其实我我会建议赖心得 其实可以做一件事 嗯 也许他可以利用这段时间 嗯 到美国走一趟 嗯 到美国各个大的台桥 比较多的城市去走一趟 那人家还以为他要出来独立参选了 没有没有 我觉得他去美国走一趟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是什么 就是 因为海外的台桥 他们在阅读台湾的 因为现在蔡英文比较不容易 这个走动那么多 蔡英文只能短短的定流 对 他不容易去每个城市 另外一方面呢 在美国这些台桥 他因为他接收台湾的资讯 有一些没有像我们那么方便 有一些lag 有一些认知上的误差 那可能会对民进党产生一些误解 那赖清德是他们可以信任的人 本人去比较好 对 年华讲的对 可是卓榮泰要去了 卓榮泰去也ok 那如果卓榮泰跟赖清德一起去 我觉得更好 因为赖清德是他们可以信任的人 对 那如果有赖清德亲自去跟他们说 过去施政 可能哪一些大家可能有一些误解 那一方面再呼吁大家支持蔡英文总统 我觉得这个对民进党的团结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年华讲到重点了 就是说卓榮泰因为他要去嘛 这个现在有夏令营 有这个台湾人同乡会等等 他要去大概十天 那可是他去了之后 如果赖清德重新出现在政坛上 他去很重要 因为我五月底六月初去过这个旧金山 跟洛杉矶 那个时候的这个台湾人社团 因赖之间的支持是非常的对立 而且支持赖清德的人是比较这个积极的表态 然后他们的用词非常严厉 所以赖清德院长如果本人愿意去出面去沟通的话 应该是有帮助的 否则他们说他们不要回来投票 不要回来投票呢 那你就会使得立法委员的选举 也会有麻烦 这个时候呢 很多民进党人不喜欢的小党就会拿到 不包括社民党 不分区的立委的票 现在对于民进党而言 不分区立委的选票的威胁力 还是在于时代力量 因为时代力量的其中呢 他只有五成左右是支持蔡英文的 另外四成三是支持柯文哲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民进党这个跟小党之间怎么合作 我们讲小党不是有任何的这个轻视之词 意思就是从这个大小的这个党员的比例 跟他在政坛里面所占的席次 没有任何用意真的这个小绿 那个黄委员很不喜欢听到小绿 那我也不是故意的 那这个2020年兼困选区 其实黄国昌是一个很优秀的立法委员 他只要表达的方式不要那么强烈更好了 那这个现任的立委里面这个兼困选区里面 你看现在万华城中那个 颜胜观跟王世坚就要选 对不对 那这个现在这里是最奇特的地方 今天因为我们没有时代力量的代表 所以我们可以好好的分析 这个地方国民党提名的李永平很强 因为他有一个长期的支持度 长期的知名度 那个选区反而就蓝大于绿 他后面还有媒体 他还做过台北市的副市长 蓝又大于绿 上次是因为李庆华 李庆华那个是受到他们家族的这个问题 就是李庆安的这个美国护照等等 好这里 那先困选区这里 现在是赵振宇面对的是那个陈学胜 那洪慈庸呢 这个还没有很明确的 国民党应该是杨琼英 那杨琼英现在是台中市的副市长 对 那这里好像洪慈庸的好处是 他是民进党的媳妇 是不是 算了 因为卓冠婷是民进党 比较好一点 可是就是说这里面到底 到底人家一个政党的 我们请教范老师 从学者的政党 台湾政党角度来看 就是说 时代力量讲的也对啊 我是在野党 我要监督你 你不能永远帮我当成小党啊 那可是从台湾派 我们就是 从台湾派的角度来看 又希望可以集中战力 所以这里面确实是有矛盾啊 那怎么办呢 的确我们知道 如果绿营 我们讲的绿营 包含大绿小绿 如果都推人出来的话 那当然就是 让国民党占了便宜了嘛 所以大家都很清楚啊 这个 欲邦相争一定是于庸得利 所以说这个东西 必须要有一个高度的政治智慧 来做这个协调 那我必须要讲就是说 黄国昌在上个礼拜天 他跟馆长办了这场 所谓的反红媒的这个运动 我必须想对他是有帮助的 你也可以看出来他的这个规划呢 有他的一个目的性 就本来这个 我们看到金山万里这个选区 本来是黄国昌 那民进党之前是离让给黄国昌嘛 那现在黄国昌 支持民进党要不要离让 进入了一个两难 那看起来黄国昌 他的这个支持度 并不是很好 特别那上次的罢免罢免案 没有通过 但是他似乎在这个地方 民进党不想离让的可能性 一直在提高 可是黄国昌办了这场运动之后 使得民进党似乎 离让他的可能性又增加了 你觉得神发会不选 是看了那个反红杯吗 神发会不选 到底是他自己 是他自己的没有这个意愿 还是什么因素 这个地方孙继政是要在这里选吗 对他是那个 艾加盟 对艾加盟 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说 如果黄国昌 因为这场造势成功 不可能否认是成功的 但是其实这场赌博 不成功的话 黄国昌已经没有了 他是把他自己的政治生命 跟这场 街头运动 帮在一起 那这次看起来是成功 所以黄国昌必然说 他现在讲话 当然就更有他的 更有更有这个底气了 跟民进党叫板的底气了 那民进党当然 在这个这个选区当中 离让的可能性也增加 但我们也知道 这个东西如果 不去做一个 好的协调的话 到最后如果 绿营里面分裂的话 我相信这是非常不利的 可是如果孙继政也参选的话 他跟李永平的票会是重叠吗 不重叠 另外还有就是像那个 林长佐 林长佐那里 万华 那个地方也是一个 目前国民党派出来是 林玉芳 他旧的占有 过这个地方 要看卓榮泰的威力了 对 但是林玉芳 但是林玉芳我觉得 问题不大 我听到连国民党的一些朋友都说 林玉芳年纪稍微大了点 而且而且 林玉芳初选 很奇怪 国民党在初选里都是 都是资深的人士会当选 这是国民党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 本来大家认为像中小平 这些市议员 长期耕耘的市议员 他们跟地方的这个 选云服务做的 其实是比立委更加的扎实 而且还没有比较年轻 好 结果反而都没出来 都没出现 所以中小平说民调作弊 对 但是这个结果 对国民党来讲 原本大家认为 在立委选举 应该是趁着去年11月的 县市长选举的大胜 应该可以让国民党在立委过半 可是现在本来看起来高雄 不知道高雄本来很多 国民党的人都觉得 议员 现在大家都有点后悔 后悔了 现在有点骑虎难下了 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国民党在整个选举 立委选举来讲 目前来看 反而没有那么乐观 好 这里赵正宇 应该民进党会离让他吧 跟学生的陈学生 上次是离让 赵正宇他其实 新党色彩比较重 对不对 那洪慈庸这边应该 如果他也是旧的占有 对 那林长佐这里 要看 我是觉得 颜胜冠跟王事件可能会大局为重吧 那其他的地方 其实民进党在 这个选区 在中山 北松山 南港 如果他 这里提名梁文杰 这里提名高家瑜 不见得会输啊 对不对 提名高家瑜在港湖 港湖 贤阻会多一点 为什么 因为高家瑜 去年选举 因为跟柯文哲的关系太好 跟柯文哲的关系 会让很多在港湖地区 比较铁绿的人 可能会觉得 有一点点改变 看我也不喜欢他 可是为了大局 我觉得他还是蛮可爱的 所以你没看高家瑜 这两天一直在帮 蔡英文说话吗 有啊 风向变了 哪种是政治的东西 本来就是大局面 特别是像柯文哲 讲的这个国家主权意思 是屁话这句话 对对对 我觉得加上他接下来 要去上海双城论坛 我觉得现在柯文哲 也在选择一条是不正确的道路 柯文哲已经开始被边缘化 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 你们大安区现在 现在国民党变成是那个 是林毅华 那民进党上一次是李让你是 对 好 你上次是跟蒋爷爷选 不是蒋爷爷太厉害了 我在大安区 我从来没有看过他 可是呢 因为你没有在基层走动 他每一次选举都选上 他们家是父子两代的服务 民党出身是吧 对对 可是现在呢 民进党跟你的关系是怎样 民党跟社民党 现在有没有合作 其实现在因为我们常在基层 会遇到民党的朋友 都有聊这个议题了 那我先讲 就是说回来看一看 因为民党的创党初衷 跟我们小党的创党初衷 要先回来讲 因为就是说你的理念跟部分 应该是大于就是说 现实我们这个利益怎么计算 那台湾的 我觉得政治现实也很重要 当然现实很重要 可是现实不可能超越说 譬如说时代力量 如果今天要推个总统候选人 那跟你当时创党的理念 有没有相关 这还是需要讨论 我想大家都是希望 就是说第一个 你觉得许永明讲真话讲话 因为政治有他的操作面 那我觉得就是 其实我们都是希望 2020的目标是比2016更艰困 因为中国不一样 那总统的目标 第一个一定是希望一个 抗中互主权的选上 如果这都是我们小党共同的目标 就很清楚 那国会的话 我们需不希望抗中互主权的过半 你先告诉我们 你们跟民进党现在有沟通吗 有开会吗 大家都有沟通 我觉得这沟通管道是持续开放的 为什么 跟罗恩嘉还是跟卓榮泰 不管是卓榮泰或是罗恩嘉 其实都会遇到 也都会聊 像我前几天跑那个四季会 那是卓榮泰主席 创的在大安信义 我看跑到一半 卓榮泰主席就来了 就来了 那就是说 那支持者还非常有趣 先帮民营党喊加油 就也帮社民党喊加油 所以大家是蛮可爱的 那周柏雅要选是 到底 周柏雅其实想争取大安区的立委 那我先讲 就我们先来想 如果总统战略的话 大家希望是互主权抗中的能当选 以我个人来讲 我们社民党还没讨论 那当然是目前台面上 总统候选是蔡总统 事实上是最坚定能够互主权的嘛 那所以总统这个部分 我觉得大党跟小党 如果我们必须要 支持蔡英文 至少我个人就是可以讲 我的判断一定会说服我们党内 这样子 其实范云是教授 脸皮比较薄 我们一直给你机会说 你就要说民进党 你不要提名人了 你就让我这个范云选吧 你提名人也不会选上 应该是这样讲嘛 是这样讲 我现在没有为我个人利益讲话吗 那我现在讲那个 这是总统这一局很清楚 对不对 区域的话我们来想 如果刚刚那个是大方向的话 那在蓝大于绿的部分 应该就来合作 蓝大于绿的部分 如果民进党 那不管是戏指 或者中正万华 如果黄国昌要选 我也会游说民进党 现在审发会也不选了 对不对 那就应该里让他 审发会不选就没人选了 现在是黄国昌 Freddy跟洪子庸要不要选 那如果戴安全我要选的话 我也觉得民进党在这边跟我合作 绑在一起谈嘛 就是区域的部分 对呀我是问你 他为什么那么生气 那个审发会说他不选了之后呢 那他说他加入总统竞选团队 全力服选不争取这个立委 那很多人就去问他了 那是不是你要选了 这个当然就会说 民进党离浪你 他为什么那么生气 说不要再用你让吃豆腐了 我帮他讲话一下好了 因为可能就是说他觉得 戏指那个部分就是也是靠他 很有实力才赢的嘛 民进党会不会赢我不知道 当然审发会 上一次选举确实他实力很强 可是上一次如果民进党提名 按照那个选票 上次审发会民调是赢黄国昌 对呀 是蔡英文因为他去硬劝审发会 说因为我们要合作 蔡英文超喜欢黄国昌的不是吗 是啊是啊 那我想也因为说这个 也许是蔡总统那个时候 想要礼让黄国昌 可是就是说 因为礼让这个词用了 就让黄国昌在立法院 批评民进党的官员的时候 他一段的被骂被刺被鼓嘛 所以我想可能 黄国昌立委个人会觉得 就是说礼让这个词 他也觉得 他也是受害者 你觉得礼让 你也是帅哥 他也是帅哥 从帅哥的角度干 你让他 哈哈哈哈 这样他会气泼泼 然后不行 反正我也没有要学习 柯姐我补充 我补充一下 因为这个 怎么会忽然讲说不选呢 其实让黄国昌 有点欺虎难下 我们在黄国昌 不要这样揭穿 瓜瓜那心意好不好 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在黄国昌的 那个选区的议员 一直在关心说 黄国昌到底要不要连任 就他都一直没有讲 你说是民进党吗 议员还是 五党的 但是是他选区的 某一个选区的议员 就一直问他那边 然后他就说 审判会都还没有确定要不要选 所以我们不能决定 是吗 非常奇怪的理由 为什么 因为通常现任立委 要不要连任 应该是早就决定的 怎么会一个现任立委 会根据别人来决定 自己要不要连任呢 所以很摆明 他就是一个借口 结果忽然间 审判会说他不选了 那现在压力来了 那黄国昌 现在黄国昌 你觉得你不选了 你到底要不要连任 你要做个表态 我个人是帮他讲话一下 我觉得他比较适合当部分 你已经讲两下了 帮他讲话两下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他现在黄国昌 黄国昌就认为说 他继续选上去他不会上 所以他现在在找出路 包括他办那个反侯媒大游行 都是在找出路 所以他最好的出路就是 是不是组一个政团 然后弄一个部分区立委 来做一做 可以争取实力 他如果要争取实力的部分区 我觉得实力大多数人 应该会同意 他自己曾经说过 公开受访的时候 说过他不要 列入部分区名单 他可以列第六名 就帮实力催一下政党票 那赖清德列12名 这样赖清德会不高兴 因为他没有同意 但是国民党也有小党问题 你们新党在那个 士林 这个他们 跟你们国民党 现在是潘怀宗 跟国民党还要去 东志斌 对不对 然后潘怀宗上次跟吴思瑶氏 你选过嘛 没有 潘怀宗上次不是对上吴思瑶 上次他是对定手中 对上姚文志 上次被姚文志打败 对 那你们跟小党的关系咧 我们跟小党的关系 应该就只有寇姐讲这一区 其他都没有啊 好像没有 你们这个党还是个大党 你们有点志气好不好 不要礼让潘怀宗 也没有礼让啊 他现在就是汪志斌跟潘怀宗要做民调 要做民调 可是潘怀宗民调一定高啊 对但国民党这边的人也蛮有信心的啦 会觉得说如果是国民党人接到电话 还是会比较倾向支持国民党 但潘怀宗是中间选民跟知名度比较高 你怎么会恭喜吴思瑶 人家跟我说 那现在那个民进党的立委选举 虽然 虽然蔡英文有点强喔 可是立委选举还是不能 我是针对这个选区 因为如果最后是潘怀宗胜出的话 国民党人会不同 不是你在摄影棚看到他的时间 比在市议会还多 这种人要来当立委 我很不客气的讲就是这样子啊 你到底是在当市议员还是在当艺人 然后一天到晚还代言 这个太离谱了啦 补充一下其实的确是 刚刚叩叩姐讲的 目前我们看到的民调 小英虽然已经上来了 可是在立委 立委是单一选区 而且没有撒喀都 而且分裂投票的状况非常严重 国民党跟非国民党的支持度是 比起2016是有个蛮大的差距 其实即使是那个士林北投也都会是苦战 所以我会觉得在这个部分 因为区域选举是只能选一个人 其实事实上是非常不利于小党 所以应该要大家合作 因为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说 抗中主权派要过半嘛 那政党票也许大家可以来一个友善竞争 可是区域这部分真的是要大合作 不过现在的这个民进党这个面对时代力量的威胁 时代力量的政党支持度是超过15% 就算是最近啊 最差14最好17 19多月 台湾民意基金会出来的 这个我看到的最新的民调大概 大概就说国民党跟那个民进党加上时代力量是差不多的 当然国民党最近是有点跌啊 可是时代力量是威胁民进党的 那所以未来大家看这个立法委员的这个选举当中 这个到底到底那个徐永明是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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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uffing 还是还是在干嘛 他又不是主席 他是个决策小组的啊 那怎么提总统候选人 那人家是说他是不是要去害黄国昌 叫黄国昌去选总统 他们俩有这么坏吗 黄国昌已经在脸书上否认了说他没有 那永明到底要在哪里选 永明啊 他由因为他们只能当一届不分区 他最有最大可能性应该就是去台中选 台中啊 台中 对可是跟那个谁那个 他上次是 他上次原本要选江启成那个选区 对 那因为永明他是丰园人嘛 所以他选的话在江启成丰园那个选区是合理的 哇可是江启成很强呢 是江启成是蛮强的 所以现在还没决定 那总统候选人这是真的假的 总统候选人那个是我解释一下好了 讲往好处看 因为时代力量 其实每个人都每个人的想法 他们决策会员会组成也不是很单一啦 所以徐永明提出的想法是他们之前 本来就有一种说法 我是说在徐永明提出的说法之前 本来就有提了一个说法说 如果民进党党内初选 那出来的结果 假设我曾经在扣起身上有说过嘛 就如果出来结果是赖清德的话 那他们有可能要自推候选人 对那个时候有过这么一个说法 那后来因为是蔡英文赢了嘛 所以后来我们再看 那他们又要变成什么样子 因为那个时候时代力量 有个说法是说 要有一只母鸡带小鸡 对 有一只母鸡带着其他 去带动其他他的选举的得票数嘛 那所以就变成说 徐永明这说法到底代表的是 这样的一个想法 还是代表是他个人的想法 这就要问他 因为他们党内还要在讨论 所以才有李兆立这发言人 发一个脸书声明说他是四月提出了 对不对 然后最近又提出 所以要讨论 其实我时代力量很有趣啊 我跟时代力量很多的这个成员是联友啊 他们那个时代力量很多人也在脸书里面 炮轰取有名啊 就 因为时代力量的说真的 时代力量支持者 真的还是有一部分是跟蔡总统支持的 跟蔡英文 就一部分跟柯文哲重叠 但一部分也是跟蔡总统重叠 百分之五十三就是TVBS的民调 我背得很清楚 百分之五十三的时代力量支持蔡英文 百分之大概四十七八十支持柯文哲 所以王老师你怎么看啊 下半年的贵人还有吗 或者是啊 国民党也会出现贵人 那如果讨厌共产党啊 在川普的带领之下 变成全球的风潮的话 那这下半年 你刚刚给蔡英文总统有三个建议嘛 那他应该也会往这个方向来进行 可是国会也很重要啊 现在的国会对于 这个一般的选民来讲 对于候选人而言 在台湾做候选人啊 很苦啊 你们现场应该知道对不对 因为不知道选民在想什么 我是很同意范老师的说法 就是说台湾的各大党的这个中间和泛蓝的这个选民 最主要的目标是要确保这个抗中 抗中反统的力量在国会占多数 你说是中间跟泛绿 台派台派 台派其实浅然也是台派耶 对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说 我不是说国民党里面所有的议员都是亲中这个 国民党也有很多正蓝的议员嘛 他们也是中华民国派嘛 但是我非常失望的是说 这些正蓝的中华民国派的议员 没有在国民党内部成为一个主流 他们没有敢公开站出来 对于党的总体政策 造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讨论和修改党的政策 因为国民党作为一个主要的 现在主要的反对党 过去的执政党 过去二十年来 十几年来 基本上是一个明显的亲中政策 那么这样一种亲中的政策 是不是真的对台湾有利 真的对国民党有利 这个是国民党内部从来没有正式讨论过的 在立委选举一对一里面 亲中跟抗中会成为选民的选择标准吗 很多人说蔡英文总统虽然很强 可是对立法委员的选举来讲 会不会有分裂投票 那这些在你的观察里面 会怎么样给个个别的这个立委候选人建议呢 比方你说像那个蒋万安这种 比较年轻派人家同婚案还提了 对不对 那像他们这些 当然这几个是比较稍微的这个 非常的这个深蓝的 那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深蓝的 他目前为止看起来 其实我觉得费洪泰跟赖世宝那两区 绿营如果好好打 应该提名一个年轻的 提一个优秀的人不是没有机会 就是小党 这个这两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 那个王宏威跟徐宏廷 居然都打不办 再加那个 是赢党 赢党 这两个地方 对 民进党应该整合时代力量 整合这个 那个 社民党 大小绿整合退一个人 派个年轻的人出来 应该可以打败 我想稍微补一句就是关于蒋万安 因为我正好是很有缘 就是 1月2号那一天 在年代向前看做节目的时候 我坐在蒋万安旁边 然后当时正好是 习近平的讲话 上午刚出来 然后我们就当场在 批评 评论 因为蔡总统已经反击了 所以蒋万安在这个 这个节目里面 当场就说 他个人很支持蔡总统 反对一国两制 他认为蔡总统讲的是对的 所以他当时是 对 他当时是 所有国民党台面上人物 唯一一个 对 第一时间公开站出来 支持蔡英文的 结果回家被 因为他爷爷反对一国两制 对啊 结果 因为他爷爷 他爷爷也反对一国两制 对啊 那所以他讲的是对的嘛 对啊 但问题是他回去被国民党骂 骂了嘛 被国民党的这个整个 一下子就压下去了嘛 对 所以他就收回去了嘛 所以是 那次这个节目以后 他再也没来上年代相前开节目了 因为他 他 他 毛病就出在这里嘛 就是国民党内部的年轻人 新生代 他们应该有一个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你讲到关键了 应该有一个面对国际局势变化 面对台湾民意变化 能够调整他们的政策 能够调整他们的立场 对 这样一种趋势 是 可是台湾 国民党现在被深蓝绑架了 对 他们没办法做这个调整 然后这个想调整人 根本不敢出头 这样 这个政党 他也不是不敢出头 根本就不能出头啊 他们这里跟年轻人打 当然这个 这个 他跟王侯卫打 王侯卫是打了韩国瑜的歧视 结果也没选上 然后赖世宝是 徐红廷给他打 那问题是说 很奇怪 国民党都是这种 在任的知名度高的人都赢过了 他们所有的挑战者 对不对 沈之慧 他们在这个选区 刚才这个 汪浩提到你们年轻世代 我告诉你 国民党要救 国民党就是111 大败之后 这些老人都被铲除之后 你们才有希望 我觉得汪浩是讲的没有错啦 就是国民党应该在初选之后 大家来办一个路线的讨论 因为国民党坚守的九二共识 已经被标签化 变成一国两制 我们都知道 那不是一国两制 九二共识是一九九二年发生的一个公司 那那个共识就是 中国大陆你讲你的 我讲我的 习近平已经把它定位成一国两制 那个是他后来定义 后来定义 我觉得不会改变历史的共识 但是现在因为这个网路上 已经标签化了 所以大家应该要讨论一下 国民党怎么样把支持一国两制 这样一个标签撕掉 其实所有人都是反对一国两制 已经不是标签了 是对方的领导人这么认定 因为九二共识反而又是你讲你的 我讲我的 那当然我们都是反对一国两制 这是没有错的 所以大家应该要讨论一下 国民党要放弃九二共识 对啦 你也不要再锁定九二共识 不管是 他以前之前有没有 毕竟那是二十几年前的东西 不符合现在的国际现象 亨粟 共识 字幕 李宗盛